赫书正狠狠教训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混 谁蹦打得越快就被赫书打得越狠 见小混混还想跑 赫书踩着腿用斧子来了一下 其他小混混看赫书这么凶残 连往前走一步的勇气都没有 平时不当杀手的时候 赫书就躺在豪宅里读读书喝喝咖啡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妻子却非要找点事 说是要赫书帮忙照顾一个孩子 不过这孩子年龄还有点大 已经17岁 是妻子一个朋友的女儿 那位大姐和丈夫离婚后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所以想请赫书帮帮忙 妻子便解称 对方家里房子太老总是漏水 因此趁着旅游的机会 正好可以装修房子 如此离谱的操作 妻子似乎并不愿深究 把地址和电话交给赫书 还替她安排好的行程 明天把妻子送去机场后 就去那孩子的辅导班接她 安排在二楼住下就行 这哪是商量 根本就是通知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二天送妻子和那位大姐去机场 被奖励了一枚香吻 就匆匆挥手告别 赫书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差点掉进这位大姐的圈套 在补习班门外等到天黑 终于等来那个所谓的孩子 什么孩子 这根本就是花季少女 这位叫金允智的少女 还带来了一位朋友 按正常逻辑 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家17岁的女儿 托付给一个陌生男人照顾 这种年纪的女生 正是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冲动 但心智极不成熟的时候 身心发育的不平衡 会让她们很容易产生错误认知 允智说要在闺蜜家留宿几天 正好如了贺书的意 在钱包里塞了一达钞票 告诉允智 有事情就给自己打电话 贺书也没想那么多 回家就闷头大睡 可大半夜又被手机吵醒 是允智打来电话 说自己肚子疼 恳请贺书帮帮自己 听起来根本不像是肚子疼 倒像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等贺书匆匆赶到 竟然看到允智和男孩在约会 而且允智还对男孩介绍说 贺书是自己的舅舅 学长居完工就开溜 这是什么情况 结合允智种种异常行为 贺书一整个大无语 可允智根本就不搭理贺书 轻描淡写让贺书赶紧回家睡觉 贺书也拿这种青春气的学生没办法 况且也不是自家孩子 没出事就行 也不管女孩到底在和谁聊天 转身上车离开 在后视镜中 看到女孩上了几个鬼火少年的机车 谁家正经学生大半夜还在街上和鬼火少年玩 还是那句话 不是自己孩子 贺书不便插手 但他在路口看到一个喝醉的女人被偷拍戏耍 终于还是忍不住动了侧影之心 万一那孩子真出了什么事 良心也会不安 想到这里 他立刻冒着扣分罚款的危险调转车头 其实早在给女孩塞钱的时候 他就把定位装置放进钱包 跟着导航很快就能找到地方 结果发现 允智正在被不良少女劝入行 原来那位彬彬有礼的学长 根本不是什么正经人 就是在这一片专门忽悠无知少女 然后用欺骗和暴力 让她们去做皮肉生意 像允智这样的女学生 是她们最喜欢的猎物 就在宁死不从的允智要挨打时 贺书终于出现 学长用小刀戳过去 结果被贺书当场教做人 手下的小混混们没一个能打的 贺书让允智和闺蜜先出去 一个人留在溜冰场解决问题 不良少女虽刺伤贺书 可反手就被贺书一拳打在面门 这种小伤口 对贺书来说洒洒水 打孕这些人 也算是给他们点教训 可搞出这么大阵仗 还差点把自己搞没的允智 就跟没张脑子一样 嚷嚷着自己饿了要吃饭 又是好奇 为什么贺书这么大年纪还没孩子 是不是不能再生了 又是好奇贺书到底是干什么的 开豪车还住这么大房子 难不成是做大生意的 隐智在学校属于边缘人物 也没什么其他朋友 打算以后的三周时间里 就一直住在贺书家 这可给贺书反够呛 这么能惹祸的孩子 指不定还会出什么事 但贺书没想到事情已经来了 晚上开车路过那间溜冰场时 被警察拦下来 说是这里面发生命案 死者是被用刀捅死的 看贺书的车 好像经常路过这里 按规矩要拦下来巡查盘问 不管好人坏人 毕竟这是命案 所以这件事很快上了新闻 而且警官第二天就亲自上门 上面显示 案发前贺书的车恰好经过 而且贺书的车前面 就是那几辆鬼火少年的摩托车 然后当晚就发生命案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可贺书毕竟是专业杀手 谎称视力不好没看清楚 而且就算是警察 也不会记得路上遇到过哪些车 见贺书心理防线这么难攻破 警官换了方式 他们早就调查过贺书 并没有子嗣 那昨天同行的那位妙龄少女又是谁呢 因为允智一直都穿着绿色卫衣 警官猜测 昨天晚上摩托车后座上的就是允智 贺书打了个马虎眼 说自己也不能肯定 反正昨天自己一直和允智在一起 要是警官想见允智的话 那就得等确定允智和案情有关后 再过来见面 否则会吓到孩子 贺书之所以如此维护允智 是因为他之前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那也是一位妙龄少女 也是被同学排斥 所以在遇到允智后 贺书心里隐隐有种想法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允智出事 不过心软的贺书把一切想得太简单 这不是单单的校园霸凌事件 昨天脸上挨一拳的不良少女打来电话 人确实不是贺书杀的 但刀上确实有贺书的指纹 真要是被警方发现 贺书还真就说不清了 不良少女威胁贺书 必须一小时之内赶到指定地点 否则那把刀就会出现在警察局的办公桌上 一个职业杀手 能被一个不良少女这么威胁 贺书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 他得教教这群小年轻怎么做人 临走前把一个定位手环交给允智 骑上摩托 风驰电车到了一栋楼前 这里很安静 一个人都没有 但从地上的小广告看 绝对不是什么正经地方 就这房间里的照片 和混混们不三不四的样子来看 还真是找对地方了 因为允智的钱包被不良少女拿走 贺书正好跟着定位找到这处房间 随手把光头打趴下 一酒瓶摔在光头脑袋上示威 贺书也不想要别的 只要把小刀交出来 大家都不会有事 要是还不配合 光头的胳膊可就保不住了 男人虽然扔出小刀 但同时还有后招 小别三还想和贺书拼一下子 完全就是不自量力 直到走进内室才发现 这里可不只是有几个小混混那么简单 一个满有实力的杀手潜伏在此 可惜遇上贺书也只能认栽 小刀已经拿到手 贺书也不想再惹事 江湖上多一事永远都不如少一事 可他晚上回家 才发现情况有点不妙 屋里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脚印 一定是允智被人家掳走 根据手环定位急匆匆赶过去 仰头就看见一间亮着小粉灯的窗户 进去一看 这里果然不是什么正经地方 而且隔壁房间 还传来女孩的惨叫声 女孩正是允智闺蜜 贺书还想询问允智的行踪 外面就传来异响 是那个不良少女想要逃跑 被贺书抓着脑袋按地上 出来混的讲屁话没有用 谁手狠谁才能说话算数 在贺书的手下 没人能不开口 不良少女和那个学长这伙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专门诱拐一些无知少女做皮肉生意 总有些冲动的少年喜欢离家出走 结果没多久钱就花光 一时想不开 就靠出卖肉体为生 赚到钱就花 花完继续接客 不良少女干的就是这种中介生意 这个旅馆就是他们的窝点之一 见他东拉西扯 就是不肯说陨智的下落 贺书摸上他的大腿 这种肉体上的痛苦让人无法承受 不良少女终于说出 允智被藏在一家名为别告诉爸爸的旅馆 那是一家高尔夫球场附近 但究竟是谁点的允智 只有那里的人知道 贺书没有继续为难不良少女 告诉他一会儿就有警察来 便骑上摩托车去往那家旅馆找允智 可是等警察发现不良少女的时候 双腿已经多了很多致命伤口 人也已经断气 贺书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人陷害 只想尽快从旅馆把人救走 所以才会发生开头和小混混搏斗的那一幕 那群小混混人太多 贺书也不拖大 一个人一把枪 贺书此刻宛如发哥附体 人挡杀人 佛挡杀佛 再加上抢来的一把小匕首 左手枪右手刀 刀枪齐出鲜血镖 碰到这么一尊杀神 小混混们打不过就想跑 被贺书拿枪当场逼停 问允智到底在哪里 三人还以为贺书好说话 结果迎面就是一枪 当着剩下两个的面 贺书明明白白告诉他们 先说的人才有机会活下去 最后这人差点吓到尿裤 跪在地上疯狂磕头 终于说出 自己虽然不知道 但保证可以帮忙打听出来 自己大哥就知道下落 要是大哥不说实话 就去他儿子幼儿园搞事 还没等贺书同意放过他 这小子的大哥 就被人从楼上扔下来 所以这小子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一个黄毛缓缓走出旅店 现在只有他才知道允智的下落 黄毛说允智和那些孩子 都在一处港口 他自信 说了这些 贺书也不会有命去找 贺书也不恋战 随便踢一脚就跑进旅馆 知道黄毛是个高手 只能智取不能硬拼 黄毛见状立刻也追了进来 这家伙很可能在哪个特种部队 待过一段时间 这身手可一点不像是自学成才 贺书临机一动 拉过绳子就跳下去 竟然刚好缠住黄毛 等贺书落下去时 黄毛也已经被活活勒昏过去 让人没想到的是 那位警官竟然出现在现场 贺书不想掰扯这些 只想尽快找到允智 警官如今不分青红皂白 就认定贺书是凶手 实在是有被法治精神 准确来说 贺书最多只能算是现场目击者 警官不但被贺书抢了枪 甚至还被双手靠在车里 那张老脸都要丢完了 但贺书的小心机可远不止于此 这位收黑钱的警官还有大用 根据黄毛昨晚说的港口位置 贺书在这里看到很多集装箱 已经有女孩被装进去带走 贺书远远看到 对面车里的女孩就是允智 立刻全速冲过去把车撞翻 爬上车顶也不废话 收拾完小喽啰们 才终于把允智救出来 重见天日的感觉真好 可他立刻就遭到对方的疯狂撞击 还好闪身躲了过去 对这家伙没必要客气 但现在还不能杀他 从他衣服口袋掏出手机 找最近的通话记录打过去 车里警官的手机竟然响铃 远处警方大批人马赶来 收黑钱的事要是爆出去 必然前途尽毁 而现在贺书恰好需要这么一个 能帮自己把所有后事处理好的警局内部人员 于是俩人达成协议 贺书躺在担架上 称为受害人被拉走 忙了这么一大圈 总算允智没有大碍 昏迷两天终于醒过来 天越来越阴了 外面的雨也越来越大 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到此为止 不找到是谁要允智去陪试 绝不能善罢甘休 等会儿警方可能会过来问话 贺书交代允智 知道多少说多少就行 完全不用刻意隐瞒 青春期的允智什么都不懂 但他也知道谁对自己好 渐渐的 似乎对贺书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愫 可贺书真是一点没有老牛吃嫩草的想法 他明明白白告诉允智 要是感激的话 就想想怎么把住院费还给自己 以后少见面 等上班赚钱了 会到自己账户里就行 现在贺书有警官帮忙 之前的那几件案子 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但贺书也抓住警官的把柄 那晚和黄毛对打时 意外发现 车子后备箱里 有那个不良少女的尸体 根据这些年当杀手的经验 贺书推断 是黄毛怕不良少女把事情供出来 所以才会下了狠手 然后嫁祸给贺书 而警官是受黄毛所托 想去把不良少女的尸体 偷偷处理掉 现在算是互有把柄在手上 这才是最佳合作时机 贺书可以给警官一大笔钱 但条件是必须知道 是谁点名要找允智配客 凭感觉也能猜到几分 这事估计涉及到一些高官 那不是靠一把匕首 一把枪就能解决的 所以贺书找到昔日好友 请他帮忙 看能不能从黑市搞来一把枪 法治社会动刀动枪不是什么好事 但好友开口 又岂有不帮忙的道理 现在距离妻子旅行结束 还剩一周的时间 最好能在妻子回来前 把整件事情办妥 不然等他们一回来 牵扯进去的人更多 到时候被人家发现软肋 事情就会很难办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但贺书向来用钱大方 有些情报就得舍得花钱买才行 在超能力的作用下 警官打听到一些隐秘 暂时还不知道点允智的人是谁 但是如果允智被俄国黑帮带到海参外 就会接着被带到一个叫朴亨珠的男人开的酒店 一手咖啡一手枪 这是贺书的祖传秘方 朴亨珠已经被收拾得妥妥当当 刚好这时 备注为珠妈妈的电话打来 在贺书的要求下打开扩音 对消音器顶着脑门 朴亨珠老实交代 只知道那位高官是个法官 但这十年间 自己从来没见过面 可以拿人格保证 只知道自己用各种手段 掳掠来的高中女生 会被专人送到一处博物馆旁的度假村里 专门供那些上层人物享用 最近搜集的人数有些不够 所以才问那些俄国黑帮要人 就连那个黄毛都是从俄国黑帮过来的 朴亨珠被一枪送去另一个世界搞文化交流 贺书心里开始出现一个大计划 这些犯罪分子盘踞的酒店不能留 请来昔日同行业的朋友 帮忙收拾干净所有痕迹 顺便还把下一次的清扫工作也预约了 搞定这些 终于能腾出时间 去看看自己预约的枪 因为帮忙搞来这些东西的美国中介 凌晨就已经坐飞机离开 所以这些枪没有三包 也没有七天无理由退换 运气还不错 箱子里的东西是正品 这些全都是被分开的零部件 朋友按照网上搜来的攻略慢慢组装 看得贺书一阵头大 这小子号称自己是30年经验的枪械专家 现在连这种小事都搞不定 这时允智从医院打来电话 说和自己一同被绑架的闺蜜 竟然走了窄路 而且闺蜜妈妈 把这一切都怪罪到允智头上 贺书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发生那种事谁都不想的 他只希望允智不要再出事 而且还拜托警官 调查了允智的家庭情况 意外听到一个消息 无但如此 警官还查到 朴亨珠所说的那个法官 是高层的一名法院院长 整个家族都很有实力 在政界相当有影响力 贺书不是怕对方有多大势力 他只是想搞清楚对方是谁 身边有多少保镖 至于位置多高 家族势力多大 这些对必死之人有用吗 况且那种人都那么有钱有势了 还要干出这种龌龊事 贺书就是要替天行道 在法官聚众开海天盛宴的度假村里 贺书用狙击枪疯狂干掉外围守卫 顺利潜入度假村内部 本以为能一路杀到那个法官面前 没想到老谋深算的贺书 今天竟然遭遇被刺 法官的保镖们将贺书团团包围 由黄毛亲自带着送到法官面前 已经身陷绝境的贺书 此刻仍然不服输 他要再次确定对方身份 警官的背叛不难理解 一边是野生杀手 另一边是有权有势的法官 投靠哪方答案显而易见 为表忠心 警官保证会把贺书的死伪装成意外 绝对不会有任何后患 只要能巴结上法官这样的大人物 昔日那些受贿的黑料根本就不算个事 权力不就是在这种时候下用的吗 可警官还是低估了贺书的身手 穿过走廊就被摔在地上 贺书随便在地上捡根桌子腿 就能收拾这些小喽啰 对背叛自己的人从来不需要留情 而且整件事从一开始就是贺书的计策 现在就剩一个最大的对手黄毛 这小子受过特种部队的训练 有时候甚至能压贺书一头 但俩人毕竟身份不同 一个受雇于高官 九十肉林的生活掏空了身子 黄毛出手始终少了一股锐气 此时已经可以宣告贺书胜利 但黄毛还想抢过匕首放手一搏 被贺书在七步之外交作人 一脚踹出去 凉凉的黄毛鲜血染红整个泳池 度假村的隔音效果太好 法官刚享受完年轻肉体 还不知道这一切 一出门就被贺书堵在客厅 这似乎已经是必死之局 可法官还想再拼一下 声称自己就是下届大法官候选人 要是贺书肯抬抬手放自己一马 这个人情保证以后对他有莫大的好处 到时候只用一通电话 以前的所有负面信息将和贺书无关 甚至以后可能发生的黑料 也保证和贺书没关系 不如现在大家一推256 轻轻爽爽重新做人 贺书又不是傻子 只要今天自己答应这个条件 走出门不到半个小时 保证会遭到大批杀手的围攻 这位法官今天可以把警官和猪妈妈 抛出来甩锅 明天同样可以把贺书抛出来 对这种毫无信誉可言的人 只能用子弹说话 此刻的贺书在杀戮之中绽放 如黎明中的花朵 但还有最后一个人没有解决 就是那个猪妈妈 伪装成妻子的好朋友接近自己 绝不可能有好意 猪妈妈原本的计划 是用允智诱惑贺书 但她低估了贺书的原则和正义 在贺书的要求下 车子开到郊外 贺书答应猪妈妈 自己会把允智照顾长大成人 但干坏事的人绝对不能留 贺书那位傻白甜妻子终于旅行结束 家里多了一个17岁的大女儿 一家三口从此开启新的人生 非常杀手 整个剧情有两个比较大的漏洞 一是猪妈妈派允智去色诱男主 可从允智的各种反应来看 明显是不知道这个计划 由此推定 猪妈妈是想靠允智的美色 让男主主动上钩 可她凭什么就能认定 男主一定会把持不住 而且男主妻子为何就偏要去旅行 让自己老公和一个妙龄少女单独待在一起 难道是妻子和猪妈妈合伙密谋 这是bug之一 其二就是法官竟然对男主完全不设方 伸手这么好的一个人被带到眼前 就算不用手铐 好歹也绑根绳子吧 结果什么措施都没有 保镖被人家一一反杀 自己也命丧枪下 坐上大法官位置的梦戛然而止 不过毕竟爽篇不能太较真 金钟罩铁布山护体的男主发哥附体 从头杀到尾连点擦伤都没有 倒也真是符合主角不死定律 五百年前有一位弟子向王阳明请教 如何找到内心的恶念并去除他 王阳明微微一笑 每个人心里都有恶念 如何去战胜他们就是各自的修行 五个罪孽深重的劫匪 绑架了富商亨泽和画家扇子的儿子华仪 他们让夫妻俩准备好高额的赎金 约好在一列火车上碰头交易 两个劫匪混上了车 老大硕太将华仪装在一个巨大的花盆里 带着花盆在火车道下飞驰 警局里的线人昌号打来电话 原来怀疑的父母已经偷偷报警 警察此刻也混在火车上 正等着在交易时动手 硕太听完有些失望 范秀拿出刀 拉过一个帽子男下了火车 一个警察趁乱跟着两人一起走了下来 他用枪指着范秀 对着他手里的人质招手 原来被劫持的男人东范 正是另一个同伙 两人找上了大部队一起回到了家 为了不被发现 他们将家伪装成了一个出售花木的园艺基地 行动已经暴露 现在华仪成了烫手山鱼 大家觉得留下他后面肯定要惹来麻烦 范秀掏出了猎枪 硕太说完 大家都被吓得不敢再随便发表意见 老十八交的姬太连忙打开花盆 因为在密闭空间里待了太久 华仪已经陷入了昏迷 不知道怎么办的男人们 急忙喊来缩在一边的女人恩珠 让她先照顾一下华仪 蓬头垢面的恩珠带着脚链 为手为脚地从黑暗里走了出来 恩珠在名义上是硕太的老婆 但过得却和一个被羁押的犯人无异 这五个男人组成的杀手组织 名叫白妹 自制军火 抢劫银行 绑架杀人 他们在多年间犯下了累累罪行 却总有办法不留下一点痕迹 在线人昌昊的掩护下 五个人过得安定富足 时间一晃来到了15年后 在一座装修豪华的别墅里 检察官正在享受盲人济师小五的全方位按摩 不然 听力超群的小五 听到门锁有点动静 男人打开监控看了一眼 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几乎就在同时 包裹岩石的硕太三人冲了进来 他们逼着男人打开保险箱 里面是男人刚收的脏款 男人举起左手大拇指 听话地走到保险箱前 趁着大家放松的警惕时 范秀一枪干掉了男人 硕太走到了瑟瑟发抖的小五面前 硕太决定留他一命 并威胁小五 要在警察面前谨慎发言 之后 三人拿上满满的收获出了门 谁知前脚刚走 警车就从身后呼啸而来 并在一个岔路口跟丢了他们 就在他们迟疑着 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时 左侧小路上的男孩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警察们认定 劫匪肯定是从这条路走了 立刻追了过去 这个男孩就是已经长大的华仪 他成功给爸爸们打了掩护 因为害怕暴露身份 华仪没有上过学 一直和五个爸爸 以及恩猪妈妈生活在园艺基地 枪霸范秀教他用枪 刀霸东范教他玩刀 车霸姬太教他开车 正诚帮他计划未来 恩猪给他满满的母爱 如果说有一个人有所不同 那一定是硕太 硕太总是冷着脸 很少夸赞华仪 华仪回家时 看到女孩佑静 正对罢工的自行车一筹莫展 主动帮他修好了车 佑静看着华仪的校服 打听他的学校 华仪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这些校服 都是恩猪帮他亲手知道 分别前 华仪鼓足勇气 告诉了佑静自己的名字 爸爸们正在家里清点这次从检察官那里拿到的钱 当听说留了一个活口之后 郑成很是气愤 华仪走到家门口时 熟悉的声音再次出现 那是一只只有他可以看见的怪兽 这么多年 他总是和自己如影随形 华仪恐惧地开门跑了回家 他和五个爸爸都毕恭毕敬地打了招呼 之后偷偷溜进厨房将橘子递给恩猪 看到华仪一直记挂着自己 开心的恩猪拉着华仪聊个不停 吃饭前 爸爸们把华仪喊到小树林里练习射击 他们把野猪头吊在树上 华仪熟练地上膛发射 每一枪都能成功打中 除了硕泰之外 大家都对华仪赞许有加 硕泰一如既往地不说话 不过这次 破例拍了拍华仪的肩膀 房间里 郑成正在和昌浩打电话 昌浩对硕泰在行动中 自作主张放了小五 也是满腔怒气 这无疑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昌浩提议 以后行动干脆架工硕泰 由郑成来主导 正在这时 华仪推门进来 郑成匆匆挂断了电话 拿出一本护照给华仪 郑成一直不愿意 华仪也过他们这种 刀尖舔血的生活 他希望华仪学知识 有文化 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所以默默帮他做完了留学的手续 这时 说太近来看到护照后 生气地跳出来阻止 这么多年 他用心地培养华仪 可不是为了现在将他送出去读书 郑成却坚持 不该再这样让华仪的人生走偏 俩人谁也不服谁 最后不欢而散 画画一直是华仪不为人知的爱好 他喜欢拿着画本 看着窗外的风景 信手涂鸦 谁知 他竟又再一次看到了右镜 正在马路对面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玩闹 这是华仪从不曾有过的生活 他看得有些出神 差点被路上的汽车撞到 司机的咒骂声吸引了右镜的目光 看到是华仪 两人坐在路边聊了起来 当看到华仪的绘本 右镜瞬间呆住 他没想到 华仪的画画技术竟然这么好 右镜想起老师布置的自画像作业 希望华仪可以周六来帮自己完成 作为回报 爱好摄影的他 帮华仪拍了张照片 右镜问华仪要了电话 将照片发给了他 这时 车爸左拥右抱地 从马路对面的酒店走了出来 右镜看得直摇头 感慨车爸一定不是好人 看出车爸喝了不少酒 华仪只能赶鸭子上架 坐上了驾驶位 一路上 车爸将自己多年的泡妞绝学 倾囊相受 但华仪根本不愿意听 只想快点将这个碎鬼送回家 不幸的是 他们竟在路上遇到了交警 华仪穿着校服 这如果被抓到 可就非同小可 华仪决定铤而走险 加大马力冲开了警察的关卡 警察们二话不说 就钻进警车追了上去 华仪一个灵活摆尾 警车撞到了路边的土堆上 几个警察又气又闹 再度奋起直追 车爸瞅准前方有个路口 让华仪开过去 户子俩总算是彻底甩掉了警察 作为检察官被杀案唯一的目击者 小五被带回了警局调查 因为害怕被报复 小五咬死 自己是个瞎子 什么都看不见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既然不肯交代 老警察们准备就这么结案 菜鸟警官崔正明偏不信邪 主动提出去会一会他 他拿着火机在小五眼前晃悠 小五微微向后勤 崔正明心里有了答案 通知小五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小五自然是求之不得 可下一秒 崔正明这一招果然奏效 反正横竖都是死 小五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昌昊连忙将这一消息传给了朔太 看来不能留下小五了 朔太带人埋伏在了警局外面 准备等小五一露面就解决掉他 射击的任务就交给了华仪 因为错失了最好的射击时间 小五被押上车带走了 不过朔太已经留好了后手 昌昊悄悄扣下了小五 将他送到了园艺基地 盛怒的朔太将华仪也带了过来 小五已经领了盒饭 华仪哭着和朔太说起怪兽的事 这已经成为他的梦魇 华仪知道自己又要被关进那间暗无天日的小黑屋 从小到大 只要自己和朔太提起怪兽 朔太就会将他锁起来 但是所谓的以毒攻毒并没有作用 对怪兽的恐惧反而在他心里越扎越深 周六到了 华仪早早去了和又静约定的地方 却躲在树后不敢出现 看着又静失落的走远 华仪虽然心里难受 但也知道 两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圣地集团的郑会长 正在忙活一个全新的房地产项目 不过在前妻拆迁时遇到了麻烦事 一个丁子户说什么也不愿意搬走 眼看着因为夫妻俩人的不配合 拆迁迟迟无法落实 郑会长起了杀心 让白妹去把这俩人解决掉 这对夫妻正是华仪的亲生父母 亨泽和善子 盛诚担心伤害华仪 迟疑着不知道接不接 朔泰却执意要做 还要让华仪亲手去做 不知道俩人真实身份的华仪 在一个雨天 被车爸送到了夫妻俩的家门口 其他人在不远处 拿着望远镜观察动静 华仪熟练地打开了院门 当他努力想要打开正门时 一辆巡逻警车开了过来 车上的巡警对这一片很是熟悉 也没听说这对夫妻有孩子 好奇地上前想要问问情况 华仪走了进去 房间里很安静 夫妻俩人似乎并不在家 华仪在客厅地板上 看到一张小男孩的照片 眉眼之间竟和自己有几分相似 鬼使神差的 华仪将照片收了起来 他开始挨个房间找人 却没有发现扇子其实在家 他听到了开锁声 被吓得第一时间躲进了柜子里 扇子颤抖着 给在外的老公亨泽发短信求救 华仪听到了扇子的手机铃声 缓缓走到了柜子旁边 这时 朔泰和枪霸也赶到了 华仪并没有透露扇子的位置 三人和火急火燎赶回的亨泽 在客厅里碰上了 朔泰将亨泽控制了起来 逼问他扇子的下落 为了保全妻子 亨泽扬称扇子回了老家 忽然窗外的声响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扇子已经偷偷从柜子里爬了出去 逃出家门开始亡命飞奔 看到呆站在客厅的华仪 朔泰知道 是他故意将扇子放走的 幸运的扇子 最终被热心的路人救了下来 朔泰把发抖的华仪拎到亨泽面前 递了枪 让他解决掉亨泽为自己赎罪 华仪颤颤巍巍的射偏了子弹 朔泰却不愿停止 大家都被华仪疯狂的举动惊呆了 趁着警察还没来 朔泰带着他们逃离了现场 看到华仪的巡警 成为唯一的目击者 当听到巡警称 凶手是个穿着校服的学生时 昌浩立刻嗤之以鼻 强调不可能会有学生带枪杀人 企图混淆视听 谁知大难不死的扇子证明了巡警的说法 但很快就因为惊吓过度 休克进了医院 华仪将剪刀的照片带了回去 恩朱一眼就认出 这正是华仪小时候 尽管华仪一再否认 恩朱却坚称自己不会看错 华仪躺在床上 一时不知道怎么接受这一切 晚上 崔正明摸黑赶到了凶案现场 他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新的线索 房间已经被硕太几人在临走前打扫干净了 一无所获的崔正明正准备离开时 发现门口的一把伞 那是一次采摘活动的纪念品 极有可能是凶手们不慎留下的 崔正明找到了这场活动的负责人 女人默默唧唧 百般不配合 崔正明这个暴脾气 直接抢过姓名册 决定自己挨个去找 因为行动失败 郑会长勃然大怒 他打电话 把硕太几人骂得狗血淋头 之后更是点名 不会放过破坏行动的华仪 挂了电话之后 担心华仪安危的硕太 决定带大家先离开 华仪却先一步行动了起来 一大早 他就赶去了扇子的家里 心烦意乱的他 想要知道真相 刚到没多久 他就听到了门外的动静 华仪急忙爬到楼上的房间里躲了起来 来的是还穿着病号服的扇子 华仪关紧了房门 这才发现房间竟是一个儿童房 除了满满的玩具 还有承诺的寻人启事堆在一旁 看着上面似曾相识的照片 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华仪 他终于确信了自己的身份 华仪冲下楼想要寻找母亲 却发现扇子正企图引体向上 华仪急忙将他救下来送去个医院 昌昊找到硕太 现在这事已经非同小可 扇子看清了华仪的脸 挖出萝卜带出泥 再这样下去一个都跑不掉 他建议硕太快点将华仪干掉 以绝后患 与此同时 崔正明伪装成买家 一路找到了硕太的园艺基地 留在基地的镇成热情地接待了他 通过种种细节 镇成很快就猜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看来警察已经查到他们头上了 镇成打了电话给硕太 再次和他商量将华仪送走 说泰没有再坚持 称自己会好好考虑一下 谁知刚挂了电话 华仪就回了家 他用枪指着镇成 逼迫他说出自己的身世 镇成还想用养育之情给他洗脑 伴随着一声枪响 华仪送走了镇成 一心想要置善子于死地的郑会长 又派了杀手来医院对他下手 昌昊拦住了杀手 毕竟现在是在他的眼皮底下 扇子出了什么问题 自己也脱不了关系 杀手抢过昌昊的手枪 塞进了他的嘴里 放了几个空枪之后 昌昊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 杀手伪装成了病人 溜进了扇子的病房 就在他将毒药注射进扇子的点滴中时 华仪从背后扑了过来 杀手掏出尖刀 开始和华仪搏斗 虽然被扎了一刀 但一心想要保护扇子的华仪 依然殊死抵抗 最终 他抢过了杀手的尖刀 一刀扎上了他的颈部大动脉 并将其从窗口推了下去 趁乱将扇子带出了医院 担心自己已经暴露 华仪将又静约了出来 委托他帮忙将扇子送进疗养院 看着昏迷的母亲 再想想惨死的父亲 华仪决心要去找男人们复仇 他前回园艺基地 只有枪霸一个人在家 两人用枪互相指着 虽然华仪已经尽了全力 但伸手不敌枪霸的他 很快就处于劣势 华仪没有硬刚 他和枪霸保证 自己会去解决掉所有的麻烦 这时外面响起汽车的声音 男人们已经都回来了 华仪趁着枪霸愣神的时候 一个鲤鱼打挺 抢走了一盒枪 撞碎窗玻璃逃回了车上 男人们急忙下楼 开车追了上去 枪霸对着华仪的车轱辘不断放枪 车霸终究还是不忍心 出手制止了他 硕泰自始至终坐在副驾驶 没有说一句话 两辆车一前一后 在夜晚的马路上飞奔 车技了得的华仪 没有给车霸追上自己的机会 他将车霸带到了意外不断的路段 车霸一一闪过 华仪突然打亮远光灯 就在车霸恍神之际 华仪找到了一处废旧工厂 拨通了说他的电话 他约着爸爸们明天来工厂见面 挂完电话 华仪又看到了那只张牙舞爪的怪兽 但这一次 他终于可以平静地和怪兽对视 第二天 郑会长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信的末尾是一个工厂的地址和一串电话 他喊来了杀手 杀手瞄懂郑会长的意思 带人赶了过去 另一边 男人们也准时到了工厂 为了以防万一 硕泰让车霸留在外面 几人一走进工厂 立刻就被郑会长的杀手们包围了 男人们听得一脸懵逼 杀手认定他们是在演戏 当面拨通信上的电话 铃声在工厂的角落里响起 杀手们更加确信 寄信的正是硕态的同伙 因为不知道开枪的人到底是谁 大家都以为是中了对方的埋伏 场面顿时陷入混乱 趁着两伙人厮杀的时候 埋伏在外的神秘人不断放枪 整个工厂瞬间变成了鲜血的海洋 双方在交战过程中 都不忘对着工厂外面射击 车霸听到了工厂里连绵不绝的枪声 也注意到了对面塔楼上射出的子弹 他决定先过去把楼上的人解决掉 当车霸终于爬上塔楼时 惊讶地发现开枪的正是华仪 他做局让两拨人相互残杀 再一举将他们都灭了 华仪的腰上已经中了枪 但他依然在坚定地狩猎 男人们终于把郑会长的杀手都杀了个干净 不过最后活着的只剩下硕泰一人 这时杀手的电话响了起来 硕泰扔掉手机走出工厂 华仪迟疑着不知道该不该开枪 车霸急忙喝止他 并伸手去抢华仪手里的枪 华仪不愿松手 将车霸抵到了塔楼的围栏上 情绪激动的华仪不断推上车霸 却不慎将栏杆推断 最后一刻车霸成功抓住了华仪枪上的麻绳 硕泰没有着急和华仪算账 他开枪打爆了院子里所有停着的汽车 之后开着自己的卡车去找昌浩 又静给华仪打来了求救电话 昌浩带着一大帮人 已经找到了扇子的疗养院 华仪听霸 疯了一班去路上抢了一台车 往疗养院飞奔 可惜的是躲在卫生间的又静 最后还是被昌浩找到了 并被塞进了车里 好在硕泰及时赶到 他死死盯着昌浩的眼睛 昌浩紧盯手枪 不敢轻举妄动 硕泰去了扇子的病房 一直在昏迷中的扇子 像是感受到了某种能量 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硕泰洗了洗脸上的血 坐在了扇子的床前 他开始和扇子 说起华仪成长之路 听到儿子不仅活着 还十分健康聪明 扇子被惊得直哆嗦 原来五个爸爸和恩珠 自小一起在孤儿院里长大 华仪说的那个怪兽 也是伴随朔泰长大的噩梦 亨泽是孤儿院院长的儿子 当得知朔泰的恐惧之后 他安慰朔泰 每次看到怪兽就不停祈祷 尽管朔泰认真去做了 但怪兽却还是不时出现 渐渐的朔泰喜欢上了恩珠 但恩珠喜欢的却是亨泽 恼羞成怒的朔泰 在一个库房里抢了恩珠 亨泽撬开库房大门冲了进来 却被朔泰一锄头割断了左腿 善良的亨泽 没有追究朔泰的责任 他觉得朔泰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他心里的怪兽 反而更加认真的帮着他一起祈祷 说也奇怪 自从之后 朔泰心中的怪兽就消失了 扇子听到这里 开始绝望地大哭 朔泰走到窗边 华仪已经跌跌撞撞到了楼下 当华仪赶到扇子病房门口时 朔泰已经开枪杀掉了他 看到这无比惨烈的荧幕 华仪跪在门口崩溃万分 与此同时 崔正明已经查出原意基地和华仪的关系 他找了过来 抓住恩珠逼问真相 得知一切后 崔正明准备出发去逮捕这伙人 害怕华仪会被牵连 恩珠举起一块石头 拍晕了崔正明 之后将他转移到了地下室 当华仪赶到家里时 朔泰已经在等着他了 华仪用枪瞄准着朔泰 悲愤地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 华仪觉得讽刺 自己怎么可能和杀害父母的人 再在一起生活 朔泰冷笑 提醒他 是不是已经很久没看到怪兽了 忽然 崔正明从地下室里爬了出来 他用枪指着两人 催促华仪快点把枪放下 三方僵持之际 恩珠爬了起来 当看到华仪拿起手枪 朔泰将自己的枪口对准了恩珠 逼迫华仪对自己开枪 朔泰深信 只要比怪兽更凶残 华仪就可以战胜怪兽 看到华仪迟迟扣不下扳机 朔泰一枪打断了恩珠的腿 华仪最终还是没忍心开枪 他跪在朔泰面前 恳求他放了恩珠 朔泰拉起华仪将他抱在怀里 朔泰不可置信地看着华仪的枪口 这个自己最爱的人 最终还是对他下手了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举起枪 却最终还是将枪放了下来 教室里 同学们给佑静拿来了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 里面正是一张自己的自画像 佑静飞奔到了窗口 操场上正在举行拆迁动工的庆典 郑会长站在舞台中间 这盛世总算是如他所愿了 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里 一颗子弹正中郑会长眉心 华仪收拾好狙击枪 走上了人挤人的街头 华仪吞噬怪物的孩子 与其说是一部动作片 不如说是一部关于信仰与救赎的文艺片 不过与那些温情片不同 本片中曾经纯粮的主人公华仪先是堕落 然后再完成了对于自我的救赎 电影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本片的bug完全无法掩饰自身的光芒 犯罪场面大胆血腥 让人血脉喷张 怪兽是贯穿本片始终的关键词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怪兽 又叫恶念 区别是华仪选择面对他 直视他 而养父硕泰 却选择了成为他 其实现实很简单 是与非 黑白分明 但当其中夹杂了各种情感后 结局就断然不会那么轻松 这是韩版英雄本色 整体故事走向和部分桥段 几乎和原版一样 但在细节处又与发歌的经典版有所不同 这天小马哥去交易军火 见小弟泰鸣神色紧张 从嘴里拽出棒棒糖 硬塞进他嘴里 也不管对方嫌不嫌弃 强行用甜度缓解压力 过了这么多年 小马哥对应付道上同行早就轻车熟路 出来混光别狠是没用的 对方甩出一支金表 小马哥就扔出一大钞票 要比试规定时间内 谁阻枪阻得快 可就算对方先出手 小马哥仍然能后发指人 这样的举动为他迎来金表 也让身为小弟的泰鸣心向往之 说是认定小马哥就是他今生今世的大哥 而他的新鲜马屁果然为他换来奖励 小马哥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一眼就看出泰鸣是那种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人 看着挺老实的 其实亲眼比谁都多 可爱于泰鸣是老大亲侄子 有些话他不好开口 在整个社团里和小马哥关系最好的是豪哥 俩人都是逃北者 这些年出生入死肝胆相照 执行重要任务时总会一起行动 看着两个如此优秀的手下 再看看这个不成器的大侄子 老大心里窝火 怎么自己家就出不来一个像样的人才呢 泰鸣装白莲花装了这么多年 终于忍无可忍 一把将账本扔在地上 不顾叔叔的责骂摔门离开 黑道社团似乎没有太多人讲感情讲义气 这点还不如摆路边摊的大婶 大婶叫着中书的小明 责怪他不能干喝酒不吃菜 中书是警察 知道哥俩混社团是干什么的 也知道豪哥一直在寻找失散的弟弟 今天特意请豪哥和小马到这里吃饭 就是希望豪哥能找到弟弟后就金盆洗手 千万别在汤社团的浑水 这种地方有时吃人都不吐骨头 不能干一辈子的 新的交易再次开始 小马带着泰鸣去码头接人 依旧大大咧咧的他 完全没注意泰国佬和泰鸣暗中使眼色 而作为亲叔叔的老大 更不知道泰鸣的想法 甚至主动为新生反应的泰鸣创造机会 让他下次跟着豪哥出任务 而黄金搭档小马就留下来镇守社团 小马拿枪指着泰鸣 但枪口偏移两寸 瞬间打爆身后的铁桶 而泰鸣则很是时机的装出一副可怜相 此时所有人都没发现他的野心 一向沉稳的豪哥更是无心观察 因为有人给他打电话 说是有他弟弟的消息了 于是豪哥立刻去了监狱 隔着玻璃看到失散已久的弟弟 鼓足勇气才去审讯室打招呼 说自己就是哥哥 还亮出手上的伤疤作证 然而阿杰始终不为所动 甚至呼叫警卫想离开 他痛恨豪哥当年的抛弃 无论说什么都不会原谅 而且当着豪哥的面发誓 有朝一日一定会让这个亲大哥受到惩罚 心中满是对阿杰的愧疚 豪哥一言不发 就算被暗倒掐着脖子也不反抗 这些年他亏欠阿杰太多 就当是还利息吧 决定命运的交易终于开始 老大亲自交代 这次让侄子泰鸣负责拿钱 等回来后就大大庆祝一番 而且听说豪哥成功找到弟弟 更是夸张地表示 一定要拉横幅热闹热闹 但深知弟弟脾气的豪哥只是一言不发 死死盯着老大许久 随后转身离开房间 搞得老大一头雾水 还以为自己说错什么话了 豪哥又去监狱看弟弟 可这么长时间以来 阿杰都不愿意再见他 精心准备的一些东西 也只能拜托门卫转交 最后还是小马哥会办事 趁夜色偷偷递给首位一捆钞票 换来五分钟的探监时间 阿杰很快被带了出来 豪哥能感觉到心在狂跳 那毕竟是亲弟弟 可是等阿杰走近时 却突然不知说什么好 只能假装平静 问他最近过得如何 阿杰也不答话 反正见一面就算完成任务 转身就离开之际 豪哥赶紧叫住他 说不管阿杰怎么看自己 怎么想自己 大哥始终都是大哥 亲兄弟始终都是亲兄弟 这些是永远不会变的 不说这些还好 一说兄弟 阿杰瞪大双眼 让豪哥马上闭嘴滚蛋 急得豪哥当场下跪 表示无论弟弟如何惩罚自己 他都会无条件接受 毕竟 当年自己是为了逃命 才抛弃弟弟的 但唯一的希望就是 以后兄弟两个别再分开 可惜这些请求 在阿杰看来 无异于恶于的眼泪 小马也只能尽力说些其他事 逗豪哥开心 他认识豪哥都快十年了 这些年走南闯北枪林弹雨 从来没分开过 不过这次 豪哥要带着泰明去国外交易 小马始终有些不放心 劝豪哥快点完成任务 回来以后就真的惊盆洗手 好好照顾阿杰 找机会修补下兄弟关系 可俩人都没想到 这一去就是永别 会做人的泰明 一到泰国就放低姿态 亲自给豪哥拉车门 一路上也平安无事 可到了郊外 豪哥却嗅出空气中有些不对劲 按规矩要搜身才能进去 确认身上没枪后 泰国老客气地请豪哥进去坐 说自家老板身体不舒服 等会儿才能过来 于是整间屋子 除了豪哥和泰明 全都是凶神恶煞的泰国大汉 豪哥本指望和泰明一起突出重围 没想到这个反骨仔 提着前乡叛变 而泰国老差点就一枪打死豪哥 幸亏这些年他身上的功夫一直没落下 强了把枪躲在角落里 勉强没被乱枪扫死 暗自庆幸这不是国内 不然遇上装瓦水泥盖的房子 今天就得把命交代了 出来混这么久 不是没遇到过危险 但是人在异国他乡遭遇被刺 还是头一遭 豪哥知道不能恋战 顶着子弹射水逃进林子深处 泰国的风光好是好 可对受伤的豪哥来说 这种气候简直是折磨 而且他已经被泰国警方发现 来不及休息 只能完命狂奔 然而不论他如何隐藏 警犬的嗅觉都会让他无所遁形 听到远处传来的狗叫 豪哥惨然一笑 打出去最后一个电话 拜托中书替自己转达给弟弟一句话 自己对不起他 豪哥任命了 主动走出来选择自首 而小马在报上看到豪哥被抓的消息 心顿时凉了半截 义气这种东西似乎在现代黑帮中不复存在 他有一瞬间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 十年的生死兄弟竟然被这么一个局坑到坐牢 小马不能忍受 就算只有他一个人也要大闹泰国 两把手枪弹夹清空 又从腰间抽出两把 而此时的小马哥不但肩膀中弹 甚至有人从背后一枪打穿他的膝盖 这对黄金搭档的前途全都毁在泰国 幸好中书没有辜负他俩 反而细心把阿杰培养成才 还鼓励他考上警察 只是不知为何 阿杰总是说想亲手抓住一个人 信寄到泰国监狱 豪哥知道弟弟想抓的人是自己 可每次他寄信回去想解释 阿杰总是连看都不看 就撕碎扔进水里 转眼已是三年后 很多事情都变了 新出道的小弟们越来越没规矩 阿杰也从矛头小子 成长为面带沧桑的老警察 这天抓住一个小混混 同事审了半天都没问出重点 阿杰只走同事 客气地请混混吃口香糖 随后便问他 有没有杀过人 有没有吃过人肉 如此离谱的问题 让混混有些诧异 可阿杰自顾自地说着 还把门锁上 摄像机也用衣服盖上 小混混以为阿杰想动粗 可阿杰只是面带笑意告诉他 当年日子很穷 卖了自行车才有肉吃 有个朋友饱餐一顿后就死了 后来被一个做生意的老头 拉到市场按金称卖了 如此害人精力 吓得混混只想干呕 阿杰趁机逼问他 到底干了什么坏事 混混终于承认自己买枪的事实 审问顺利结束 然而另一边 整个社团已经由泰明掌管 警方查到 泰明从三年前就开始跟俄罗斯的毒贩合作 势力急剧扩张 现在凡是釜山范围内出现过的枪 几乎都是通过泰明的手流入的 像是小马哥那批老人早就不吃香了 至于豪哥 三年前因为倒卖军火在泰国被捕 现在也到了快出来的时候 哥哥的消息让阿杰心中一动 不是为了亲情 而是要捉拿哥哥归案的执念 这天泰明发现 总是有辆车跟着自己 走到后面敲下车窗 阿杰表示 自己知道泰明贩毒卖枪杀人的烂事 可泰明当即回怼 有本事就抓自己进监狱 面对泰明这种无赖 阿杰倒也没说什么 可泰明偏偏还想主动挑衅 阿杰冲过去把泰明按在车上 要他仔细听清楚一件事 在这个世界上豪哥和阿杰从来都不是兄弟 有些事不是嘴上不承认就行的 豪哥终于从泰国回来 是中书亲自去接的他 蹲了三年大牢是什么滋味 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 而中书能做的就是拍拍肩膀鼓励 顺便带他去大婶的摊上吃顿便饭 骂归骂 大婶还是做了热菜热饭端过来 中书建议豪哥有空就去找找阿杰 兄弟之间把话说开就行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豪哥只是一直绷着情绪没说话 最后岔开话题 主动问起小马的现状 可中书的回答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豪哥于是自己去找了小马 现在的他已经废了一条腿 一瘸一拐的样子 哪还有往日小马哥的威风 昔日意气风发的小马哥 如今沦落到这个地步 让豪哥无比心痛又无话可说 一直到晚上才鼓起勇气见面 好像有什么想说的 但说了又能怎样 兄弟俩人紧紧相拥 小马心中纵有万千委屈 但现在的他囊中羞涩 只能寒酸的和豪哥喝烧酒 过去的事小马不想再提 只是兴奋的给豪哥展示 那是他们曾经最喜欢的一辆汽车 豪哥还能说什么 拍出一摞前 让小马先去医院制腿 豪哥告诉小马 时代变了 有些事就别再想了 可小马就觉得 豪哥这次瞧不起自己 从胸前抽出一把枪 问豪哥知不知道 自己当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豪哥早已不想问江湖事 以前的事早就全都变了 现在的社团是太明当家做主 曾经的老大 现在最大的意义 就是当好吉祥物 太明愿意给他好脸色 是看得起他 每天瞅着不顺眼 一枪打死也不是不可能 然而由于豪哥的回归 警方再次盯上 他和小马这对黄金搭档 派去调查豪哥的人 竟然是阿杰 在阿杰心里 抛弃过自己的豪哥 就是世上最最无可恕的人 可忠叔问他 多年以来 是否真的了解过豪哥 见阿杰与塞 忠叔递过一包厚厚的资料 要阿杰看完这些 再做决定 如果到事后 还要抓豪哥 自己不会再阻拦 属于对忠叔的尊重 阿杰把资料拿回家 可他一眼没看 全洒在地上 过了好久 才从一堆废纸中 扒出一张照片 那是他和豪哥的唯一合照 如今的豪哥 早就没有过去那副大佬做派 整天守在阿杰家楼下 想见弟弟又不敢见 阿杰也知道豪哥在这里 但每次都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 兄弟两个字对他来说 似乎从来就没什么意义 而豪哥的另一个好兄弟 小马哥 早就是社团里 人人可以嘲弄的对象 昔日根本看不上眼的混混们 现在随便哪个都敢踩在头上 可小马哥不会理会 他在等一个机会 一个扳倒泰明的绝佳机会 而泰明自从得知豪哥归来后 就没安好心 这天故意做了个圈套 等着豪哥钻 豪哥最近刚开始做代驾 泰明故意叫豪哥为自己服务 实则早已安排人偷拍 甚至在回家路上 还故意告诉豪哥 想通的话就来跟自己混 保证给豪哥留个好位置 豪哥婉言拒绝泰明的好意 况且现在坐正行 平双手挣钱 千金难买一份心安 泰明故意提起阿杰激怒豪哥 豪哥果然上当 车停在路边 一把拽出泰明 威胁他不许动阿杰 否则让他好看 尽管泰明现在是老大 可他这个老大在豪哥面前 似乎还不如小弟 这天豪哥很晚才下班 大婶还是做了热菜热饭招待他 这时阿杰主动走过来 在最偏僻的那一桌 找了位置坐下 兄弟俩人静在咫尺 却又相隔天涯 在大婶的劝说下 俩人终于肯坐在一桌吃饭 可是就算夹同一盘菜 还是没人肯主动开口 讲第一句话 豪哥已经决心好好做个普通人 可江湖上的事 从来不是哪个人能说了算的 小马始终放不下仇恨 把枪憋在后腰上 亲自找到泰明 豪哥也来了 不是谈合作 是因为泰明竟然把偷拍的照片送到警局 导致阿杰上司认定 阿杰现在勾结黑道 泰明希望豪哥能回来帮自己一把 而且还说小马也会参与这次行动 可豪哥坚持不肯再把自己染黑 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做人的原则 他也不希望小马再滩浑水 可他也不能逼小马做一些不愿做的事 然而这个时候 因为照片而遭到上司怀疑的阿杰冲过来 死死抓住豪哥 大骂他是狗屁不如的垃圾 已经离开的小马去而复返 逼着阿杰给哥哥道歉 那是他亲哥 无论他以前做过什么 可现在他有勇气改过 为什么弟弟却没勇气接受 两人僵持不下之计 豪哥主动开口 说自己没有当大哥已经很久了 现在阿杰当了警察 成了一个政治的人 自己这个大哥为他感到高兴 保证不会再涉黑拖他后退 阿杰什么也没说 只是回家疯狂翻中书给的资料 试图找出兄弟情还存在的证据 第二天就主动加入行动组 发现泰明的踪迹一路跟了上去 他一心想建功立业 然后和大哥撇清关系 但老同事却问他 知不知道警察的反应词是什么 选择做警察就意味着和家人聚少离多 可是上俩人没想到的是 跟踪过程中竟然遭遇车祸 而且并非意外 同事当场去世 阿杰命大没有致命伤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 已经没有大碍 豪哥得知消息第一时间赶来 见弟弟被搞成这样 当时就要去找泰明报仇 可阿杰却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 死的也应该是自己 现在他谁也不愿 只求豪哥能从自己的世界里消失 说吧 阿杰就干脆利落叫了声歌 豪哥带着心酸离开病房 但他不知道的是 好兄弟小马 已经被打到满脸是血 带到泰明面前 其实泰明当年就知道这是假表 但还是一直留着 就是要有朝一日拿来羞辱小马哥 没什么比隐忍多年后 在昔日大哥面前扬眉吐气更让他爽的 现在的泰明已经强大 可以把豪哥和小马哥全踩在脚下 而当豪哥回到小滩时 竟然发现 这里刚被泰明的人砸过 中书拦住他不让动手 一动手就又从好人变成坏人了 看到被扔出车门的小马 豪哥终于难得和小马认真谈一次 小马坦言 在道上 他已经完全不是泰明的对手 被打成这副鬼样子后 也看开了 决定重新开始 小马一拳一拐地走了 豪哥一个人在海边站了很久 小马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 豪哥能猜出小马会去干什么 其实豪哥回来后 就一直想做个好人 可现实好像总逼着他走老路 天亮后 小马已经收拾好一包军火 谁也不能阻拦他报仇 而豪哥在阿杰的病床前坐了很久 最后看了一眼兄弟俩人的合照 便心满意足地离开 其实阿杰一直都没睡着 他似乎预料到 哥哥会去做什么 此时小马已经杀入敌潮 小马立刻动手 出手就是杀招 就算瘸着腿也能杀进办公室 可他至始至终就只为了一个目的 按隔离的保险箱 见他们身上都没钥匙 只能用自己的方式 钱不是小马的目的 那些账本才是 拿到东西后 立刻从窗户翻出去 瘸着的腿让小马没跑出多远就被追上 还好豪哥及时出现带走小马 看到保险箱里的钱都在 账本却没了 泰明杀心顿起 打去电话 质问小马哥到底想干嘛 毕竟那些账本里 可不仅仅有泰明一个人的名字 真要捅出去 大家谁也别想好过 最后的决战即将来临 小马准备干完这一票 就坐快艇偷渡到对岸 但他们只有两个人 对方有好几车人 泰明还是那副欠揍的死样子 小马哥今天不想和他纠缠 亲自点验了钞票真假 然而他们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把账本交给泰明 豪哥明白的告诉他 账本已经交给警方 而且今天俩人赶来 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不求干掉多少人 只要能一枪打死泰明就行 生死面前 没几个人能淡定 泰明也不敢让小弟轻举妄动 只得乖乖上车当人质 可到了码头 豪哥却不愿上船 只是把所有钱扔给小马 小马还不知道 豪哥早就联系好检察官 他要亲手把泰明交给法律审判 气得小马开船就撤 他实在不懂 豪哥为什么放弃大好生活不享受 非要再回去吃苦受累 然而此时的豪哥也遇到软肋 赶过来救他的阿杰 被劫持当了人质 豪哥要求交换人质 可在交换的瞬间立刻开枪 就算今天要把命留在这 也绝不能让泰明好过 现在的阿杰已经明白豪哥苦心 兄弟同心齐力断金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小的时候 豪哥曾经抛下弟弟 但这一次绝对不会 而且已经走远的小马也选择返回 和兄弟相比 钱算不得什么 以前是两兄弟打天下 现在是三兄弟同闯龙坛虎穴 可没多久 小马就发现豪哥中弹 让小马没想到的是 阿杰竟然害怕到抱着头浑身颤抖 一代英雄豪哥 怎会有这么胆小的弟弟 小马抓着阿杰 要他好好看看 豪哥为他付出了多少 可就在这时 背后响起枪声 小马哥身中树枪 悲壮倒地 他本可以选择拿钱离开 却为了兄弟 连命都留在这里 豪哥拖着重弹的身体 像疯了一样四处寻找泰明 强撑着一口气 想给兄弟报仇 没想到 此时阿杰会哭着跑过来 豪哥为了保护弟弟 被泰明当场打死 眼看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两个人都没了命 泰明选择向警方投降 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活下去 可他唯独忘了 身后还有阿杰 多年的执念在此刻全部放下 是时候兄弟团聚了 韩国电影《无几者》的故事终于结束 导演也是心里没数 好好一个英雄本色 让他造得万劫不复 任何一个看过英雄本色的朋友 都会对主要角色印象深刻 豪哥沉稳冷静 临危不乱 小马哥桀骜不驯 威武潇洒 弟弟阿杰固执己见 却又不断成长 就连配角大哥城和修车店的尖书 都是故事里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物 小马哥一句 我等了三年 就是要等一个机会 仍被无数人奉为低谷中 最能激励人心的话之一 豪哥的那句 阿杰我没有当大哥已经很久了 更是一语双关 道出演员和角色的窘境 而最后 反派人物大哥城说 只要有钱 黑的也可以变成白的 似乎至今仍适用于很多场合 英雄本色是华语电影的一座封碑 可这部翻拍之作 实属敷衍 还不如于老师身上 托的石碑 兄弟情变成怪怪的激情四射 黑帮内斗 变成小孩子过家家 而有大段情节铺垫 狠人性格的弟弟 最后竟然会被枪 吓到抱头痛哭 就连本该引起共鸣的 山顶对白也平平无奇 如果不是翻拍子 英雄本色的噱头 相信评分还能更低